记者翁玉皇新北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巡视台北市捷运工程局代办的新北市捷运环状线第一阶段工程,以及捷运14张车站,柯文哲说,他对捷运局的施工品质一向很满意,唯一的缺点就是速度太慢了,盖了十余年。 捷运局说,目前环状线第一阶段工程,整体施工进度已达90%,未来提供环状线行使用的17列电联车,已经全部运第14张的南机场进行各项检测作业,宣告捷运环状线全车队组队完成,柯P宣布,预计明年6月正式营运。 对于柯P宣布,指工程进度太慢,捷运局人员指出,环状线全线工程为愚人筹路窄,交通频繁的都会市区,其中在中和区景平路上,还有2.21公里捷运高架桥与台64线快速道路贡献,必须选用特殊机具在高架桥下狭外空间进行基础施工,捷运桥蹲只能设置在快速道路桥面板间的三公尺间隙, 中和区中山路与板南路段,因道路狭窄,为避免距离侧民宅太近,将原本平行的双线路轨,改成全国首创的上下各一线跌势高架桥与跌势车站,较以往的捷运工程挑战性更高。 捷运局说,为完成整体的首都环状线,捷运局正积极推动环状线北环段及南环段建设计划,以争取列入交通部前瞻计划,更成立首都环段线推动小组,配合台北市东区发展及解决内湖交通问题。 一旦全环通车,可行程全长49.18公里,一车到底串联6条捷运线,连接42个车站,横跨双北市14个行政辖区。